和西阿叔 住者 和西阿 禁职时间 为十约六十年 从主前约七八五年 乌西亚坐由大王之时 到主前约七二五年 西西家坐由大王之时 禁职地点 北方以色列国 禁职对象 北方以色列国 主题 耶和华士邪淫被盗知以色列的救恩 接纳他回来并复兴他 一戒严 第一章 当乌西亚 约坦 雅哈斯 西西家坐由大王 约阿师的儿子耶罗多安 坐以色列王的日子 耶和华的话 临到贝利的儿子和西阿 二 淫乱的妻子 一 深沿着和西阿 取淫妇为妻 耶和华 初次与和西阿说话 对他说 你去取淫妇为妻 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 离弃耶和华 于是和西阿去取了低拉因的女儿戈灭 这妇人怀孕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对和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列 因为在过片时 我必追讨耶护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到那日 我必在耶斯列山谷折断以色列的宫 戈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和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 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 绝不赦免他们 我却要连续由大家 我必凭耶和华他们的神拯救他们 必不凭弓 刀 征战 马匹 与马兵拯救他们 戈灭给罗路哈马断奶以后 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说 给他起名叫罗阿米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我也不属于你们 二 复兴的应许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 必如海沙 不可量 不可数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 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活神的儿子 由大人和以色列人 必一同聚集 为自己立一个首领 从这地上去 因为耶斯列的日子 必为大日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